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九宫八卦镇是一种古代的军事镇法 相传是诸葛亮发明的 关于诸葛亮的八卦镇在古书上确实有过记载 这还要从《易经》说起 所谓太极升两仪 两仪升四象 四象升八卦 八卦而变六十四摇 从此周而复始 变化无穷 诸葛亮从《九宫八卦》又名《奇门遁甲》中推演出了《八卦镇》 并将其应用于战争之中 《奇门遁甲》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门秘书学问 也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如意控制对方的学问 在古代中国 它被称为帝王之学 其中奥秘是极端手密的 不得泄露于外人 如果一般人盗用 《易经》发现斩首误论 所以它可以说是秘传中的秘传 实际上《奇门遁甲》其本质是一门高等的天文物理学 揭示了太阳系八大行星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情况 它所研究的是自然界的磁性作用 在每年 每月 每日 每时中的流动情形 所产生的对万物之灵的影响 这也是八卦镇能困住敌人的原因所在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 八卦镇等古代镇法是真实存在的 虽然它不像文学作品中描述的那么神奇 但却实实在在地反映了先贤们对于战争理论的理解 我们来看看八卦镇的取胜之道 在冷兵器时代 战争的胜负往往不取决双方的人数 而是士兵的士气 当一方绝大多数部队陷入了恐惧 失去了继续厮杀的勇气 也就宣告了他们的失败 而人是盲目的 所谓勇气 很多时候是依赖于身边是否有战力的战友 我方能否保持完整的阵容 只要一个战阵依然完整 哪怕被重重围困 身边的将士也能给士兵以继续作战的基地 八卦镇的特点原理应该是这样的 一是敌民我暗可以攻其不备 由于我方士兵已经完全熟悉掌握了阵法的进退之路 而敌方却在迷宫里不断的迷失方向 使他们产生畏惧心理而丧失斗志 第二点是限制动作 犹如束手就擒 过去作战都是大刀长矛 适合在开阔之地而战 而一道拥挤的小巷根本是无法施展拳脚的 再加上敌方不熟悉阵法构造 自然就溃不成军了 第三点原理是士气不同 信心我强敌弱 由于诸葛亮已经事先鼓舞了士兵的士气 进行了必胜的心理暗示 几方将士自然是奋勇当先 以一抵食 而敌方由于情况不明 惊慌失措 以致军心大乱 士气全无 所以所谓的八卦阵 实际上是一种经过 事先针对性训练的手段 在敌军冲击时 几方士兵会有意识地 在战线的某些位置上 让出真空 引诱敌军下意识地集中 向这些路线行进 待其杀入阵中之后 我阵虽破而不散 一路上在两边集结固守 让出前方空间任由敌人冲刺 当敌人陷入我方 事先布置好的真空陷阱时 主动权也就真的落到了我方的手中 这也是八卦阵可杀敌无数的力量所在 说白了 八卦阵之所以能够阻挡十万雄兵 除了阵法上的考究 更重要的则是心理层面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kin